哈喽 云云 有个事跟你说 你这几天不是天天说我要做新娘吗 要谁就被你表白什么的对吗 然后我今天想起来了 有个帅哥过来找我 给你去介绍一下 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 很帅的 云云 你却搬家给人新年服输 大哥们 真的假的 真的相亲 去不去 要不去看一下 去 去啊 你这个这么爽快 那就去一起拍视频 好不好 真的假的 真的 骗你干什么 去嘛 先去想不想去看一下 很帅的越南帅 这个 你二十几岁 云云 二十二十 那个帅哥二十三 快点 快点走 去相亲 带云云去相亲 介绍帅哥给他走 现在出发 叫什么 走起 走 云云 哈喽 这个是帅不帅 谢谢 脸红了啊 帅啊 喜欢吗 你可可以跟云云竞争 哈哈哈哈 不敢了 云云别害羞啊 别害羞 聊聊天 没害羞 聊聊天呢 说说话 都很尴尬 没有什么尴尬 没有什么尴尬 你很大方 但是他好像不敢说话 你多大了 二十五 哦二十五 答案 我说错了 二十五 可以吗 云云 感觉 可以吗 感觉 都剪了什么 又可以吗 朋友朋友 介绍朋友 可以吗 就是什么种什么什么 什么种类似合语 哦 就是去我公司上班 可以吗 那是你的老板 我老板 哦 哦 哈哈哈 啊 还有啊 还有还是想找了 想找了 帮你介绍一个可以吗 ok 你今天请我吃饭 他说要透亮一点 也高一片的 你这你几个你看上谁了 这是什么 够标准 还不够标准 要求那么高 你这个人是伤心了 等下 用什么关系 伤心你的语境 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 想到我家工作 想去我家工作对吧 有什么要求吗工资 你没有过一口一口 感到我都可以教你好 你一口一口 大概大概 等跑那边就 他说平常我们工资多少 平常我们 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 左右 他都打得没欺负 我拉不着 十五兆 考虑一下你说考虑一下 我问一下粉丝同不同意 你会什么 你会什么 他是学什么专业 拍个电广告 发个电广告 做广告的对吧 会摄影吗 会摄影吗 会啊 就像我这样的 他说会主要是什么 什么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的 还有健身 没那么高低 嘛 就 男的 这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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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在抖音做内容 然后给了 医生 什么医生 医生拍视频 给医生拍视频啊 那我们也是做抖音的会剪吗 剪视频 专业的那种不是粘子翻译啊 就是在电脑像你那样 银体面里面的电脑像 这个吧 他说再画照会一点 他说加电脑 片子佛都学会吗 我没有拍照 这个吧 经济很远 你不是学广告吗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呀 在学校开场会 那些照片哦 会搞照片 哦 那行 那你过几天去我公司看看 然后我考虑一下 看看你会做什么 好吧 ok 没有那么快的 我要问粉丝同不同意 云云 我跟你们一起拍照 我感觉你好白哦 你变成白云了 不是黑云了 真的 我好白的 对 云云不是黑云了 大家 对 白云 以后叫云云白云 跟这个比 鲜鲜 你看这样比的话 他好黑 他好好听不懂 开玩笑 那要不今天晚上去我家直播玩一下 弟兄 弟姆蝶 去一个小会唱歌吗 我说会唱很好听 很好听啊 那行 今天晚上我们去 唱两三首 越南去 现在想好 我们先吃饭 好吧 吃饭饭 去我公司看一下 ok 我们公司也要一个帅哥 需要一个帅哥 我们公司也要一个帅哥 有一个老头子人 有一个帅哥来 你们都争怎么办 哈哈哈我介绍给先生 给先生这个玄学 哈哈哈他可是很喜欢 我也感觉是啊 他现在就要你一个老头子都不行啊 啊 我们有很多粉丝吗 如果他真的会粉丝就不一样了 就是在工作上班哎 嗯 还还还要造了一个帅哥 对 是好 那我们先吃饭 我也问问粉丝的意见 看看粉丝 需不需要这个员工来问我们剪视频 活跃气氛 帅哥 OK 谢谢开心死的 哎 还想你 别抢 轮不到你还 OK 哈哈 好 可以你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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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 可以争取 好吧 嗯 好 来 那我们就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来 抹嗨 口号哪一个 笑 抹口号 拜拜 笑看风云 一路有你 拜拜 他一脸懵逼 哎呀 还好 可能这样